佛陀这个经伦的意思是说 当你一接触经伦的时候 你就不会这样子生死轮回 你就会还灭生死 你就会开始得到佛的加持 就像看到光明 你就不会想要去走黑暗 慢慢他就有接触佛法的机会 所以佛陀要我们走到那里 替人家念佛诵经持咒 希望所有众生能够重的 这些解脱成佛的因缘 另外还要送给各位一个 念下来 布施蚂蚁的功德 以前有没有读过 这个一定要读 布施蚂蚁有这么大的功德 这里面故事很多的 那连小小的一只蚂蚁 都有无量的功德 那何况这些乌鸦松鼠鱼 有形众生都得到了 何况这无形更苦的众生 所以每次我们都会念破地狱咒 为什么 地狱我们下不去 但是咒语可以把地狱打破 而且所有的破地狱咒 都会印在钟上面 寺庙都有大钟 因为一敲 就叫离地狱出火坑 那这些地狱道 听到这个咒语的声音 灵的声音 钟的声音 打破地狱 用各种的方法 再一个是缅甸传统佛教文化 我记得以前分过 各位希望老公不要有外遇 怎么办 送枕头给红卢法师睡 给出家人睡 然后你的老公就不会跟别人睡 就很简单 妈妈植物人已经睡在老人院 你真希望他赶快舍报 缅甸佛教呢 用田饭供养佛 妈妈就可以提早脱离植物人的痛苦 所以做生意要发财怎么办 找一些稻谷 空壳子的骨 塞好整罐满满 塞在你的公司柜子里面 这样可以发财 或是外面放个镜子 或是在门口挂个金帆 这个都是传统缅甸佛教传下来的 我们到缅甸去收集了一段时间 把它印成一份一份的 但是各位呢 你要多看 告诉别人方法 如果你脑部要开刀 脑冲血 中风 你怕这个 种椰子树一棵在寺庙就OK了 如果没办法 买椰子供佛也可以 那减少脑部开刀 所以那这里面写得很好 那这是都有实证的 那等一下也会发给各位 所以再来最后 我们要发一杯水米给各位 我们赶快念一下 念完以后 然后呢 我们来供养寺庙好不好啊 大家都成为 妙觉山 护国寺 见世功德主 把你名字用铜牌贴在墙壁上 以后你才孙子 那是我阿嬷 对不对 怪不得我现在这么有钱啊 阿嬷做布施了 阿嬷现在要么就在 妙觉寺的空中做神 或是在净土去了 所以我想 这个才是永恒的事业 因为寺庙 不是个人的 寺庙是大家的 好不好 像我们今天这么多人 特别很多都是从纽约来的 然后 我们希望有更多纽约的菩萨 特别我们华人 都可以来供修 下回如果福报够 开个店给西方人 meditation 因为地方大吧 像来你要带你儿子来参加儿童营 好不好啊 让小孩子从小 能够接触这种道德文化 佛教文化 那现在发给各位那杯水 你不要喝啊 那里面是甘露水 七颗甘露蜜 然后我们要念 请翻到21页 所以我把刚刚的话讲完 希望大家 念一下来 守持戒律 守持戒律 常行不施 常行不施 护持三宝 护持三宝 帮助贫穷 帮助贫穷 如果你能够如此呢 现世有福报 来世有福报 当然这个戒律 包括孝顺父母 照顾家庭 爱护国家 这都是我们的戒律 那进一步呢 多帮助贫穷者 这些孤魂野鬼 做做私食啊 那你有助人跟升天的快乐 进一步要追求什么 来 解脱轮回 解脱轮回 那解脱轮回 各位叫消灭贪嗔痴 那消灭贪嗔痴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念一下 思为空性 因无所住 你有佛教的智慧 了解万法的本质 都是空性的 存在的都是变化无常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 好起心动念的 今天有个小男生 找你谈恋爱 哇 好甜啊 他在骗你 那个浪漫好甜啊 哎呦 你又中毒了 你要色受想象 这个感受也是空性 你干嘛去执着这个感受呢 所以各位要把身体的 包括心灵的看清楚 不要去执着这些 最好的方法 思维空性 乃至呢 外表上持戒 修禅定 思维叫戒定慧 然后这样去灭探神之 但是这个不是佛教的根本目的 佛教的根本目的呢 是要念一下 成佛度众生 所以就像各位今天慈戒 我们今天吃素啊 没有做坏事啊 我们今天做了很多布施啊 但是我们做 不是为了个人的人天福报 乃至个人的解脱 因为根本没有一个我好解脱 大乘佛教直接切入空性 没有一个我好受苦 但是重点在于 大悲心为众生善供 为众生下施 希望众生都跟我们一样 成佛度众生 那佛教不分 就不离开这三个修行 念一下 信因果 求解脱 成佛道 那就是这样 信因果 你叫守五戒十善 刚刚讲的慈戒不失 求解脱 那各位叫施为空性 断餐成吃 那以这个做基本 以这个做基本 去发大悲菩提心 追求成佛之道 布施不再是为了人天福报 布施是为了利益众生 布施是为了断除自己对金钱欲望的执着 所以同样一个人在布施 心态不一样 结果不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以一个菩提心来布施 同样在慈戒 慈戒不是让我不会堕落三恶道而升天 慈戒呢 希望我从今天开始来 不伤害任何友情 不伤害任何友情 你怎么伤害我 怎么骗我 怎么样侮辱我 我都不想报复你 各位要修到这样 你要决定要这样做 我慈戒就是一种非暴力 不管今天你把我杀了 只是杀掉我一个幻化的肉体 成就我的功德 没有一个我在被你杀 所以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就算你投胎做一只蛇 投胎做一只狮子 你也都是吃素的 因为你不想要伤害任何一个人 这个叫慈戒 然后用慈戒让别人来相信你 以慈戒的福报来供养给众生 所以这个为了要慈悲众生成佛道 那各位叫实践 念一下 六度波罗蜜 以 来念一下 以菩提心 以大悲心 以空性的正见 实践不失 消除千贪 实践持戒 消除伤害 修行忍辱 断除称慧 修行精进 修行精进 断除懈怠 断除懈怠 修行禅定 断除散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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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智慧 断除我直 断除我直 这个叫自利利堂的六度波罗蜜 然后呢 以这样子的菩提心 念一下 一心念佛 上平往生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早得成就佛道 回向娑婆 普度众生 以苦得乐 所以我想各位 你要用这种心态来修行 而且这个心态不是你死了以后 那往生也不是你死了以后 菩提心是我们每个人都具足了 佛性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佛性 那你只要把握如何发菩提心 那你就抓到你的佛性了 你用佛性 当下就在净土了 当下就脱离轮回了 但是我们这个虚假的这个身体 那就像木鱼敲酒也会坏 只利用它好好的来解散缘 好好的来引导众生 所以我想佛教是一种当下的修行 你要当下一心念佛 当下一心持重 那怀音间告诉我们 念一下 不离菩提心 广修诸行 乃至用菩提心来生活 吃饭 穿衣服 走路 开车 都是用菩提心 开车的时候 当愿所有众生开车平安 每个人都走路了八正道 菩萨道 因为他们在开车 到了这样的目标 也愿意路旁边的花草树木 都像佛的净土一样 你对他们慈悲 刚刚讲的撒干路 在车上放大悲咒也可以 对不对 大悲咒的声音 透过你开车的声音 乃至你身上带了这么多咒轮 你要光想发光 发光 就像一个女孩子穿了这个 穿了很多黄金珠宝 就是要给人看的 对不对 擦了这么多香水 就要给人家闻的 那我们身上带了这些咒语 带这些念珠 就是要发挥它那个效果 利益众生的 所以感谢身体这个法器 但是不要执着这个身体 因为这个身体 毕竟会老会病会死的 正常的 而且每个人的姻缘不一样 有些活到六十岁就想死了 有些回到五十岁 姻缘就到了 个人个人的姻缘吧 那是当下最重要了 好 现在最重要了 大家跟我念一心齐情 一心齐情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接引众生 接引众生 观音四智 观音四智 引导友情 引导友情 洗尘老和尚 洗尘老和尚 历代祖师慈悲 历代祖师慈悲 引导亡魂众生 引导亡魂众生 同生净土 同生净土 愿父母祖先 愿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冤亲在主 流产胎儿 流产胎儿 六道友情 六道友情 信愿往生 信愿往生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随我念佛 随我念佛 同生净土 同生净土 好 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燕 国内社区疫情风险相对较低 但仍会有境外移入案例 请国人持续注意疫情的发展 也随时做好个人防疫的措施 在签收邮件与快递时请务必注意 一 如果无法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 签收前请先佩戴口罩 二 签收前后请记得清洁双手 另外可自备签字笔或以印章签收 降低碰触的几率 居家隔离或检疫者如有包裹 请主动倒置邮差或快递人员切勿亲自签收 隔离简疫期满后再行领取 或委由亲友前往代理 请大家一起往备防疫网络 迈向防疫新生活 行善放生必灾祸 学佛多年的陈先生拥有一颗慈悲的心 他多年来一直坚持放生护生 并劝导他人加入放生护生的行善行列 陈大哥 你又来这里进行放生啊 是啊 你看 他们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多逍遥啊 陈大哥 你放生的这些鱼 是从哪里来的呀 都是我从市场上买来的 啊 这些鱼是你从市场上买来的 也就是说 你自己花钱买来这些鱼 然后再将它们都放到河里